现在疫情很紧绷,大家都最好是宅在家里不要出门 而为了避免民众在家里闷坏了 门诺医院复健科团队也拍摄了一起在家做运动的小短片 希望大人小孩一起动起来提升身体的活动力 也让亲子关系各亲密 因应疫情,全国学校停课不停学 孩子全都改成在家线上学习 门诺医院复健科物理治疗师陈奕婷呼吁家长 除了要注意孩子的坐姿,还有使用电脑时间之外 最重要的是提醒孩子在休息时透过眼球运动及伸展操 帮助眼睛和肩颈肌肉放松 另外物理治疗师他也示范了三组上下肢伸展拉筋运动 在家中也可以轻松做 好,爸爸妈妈呢,我们可以邀请小朋友一起来做一些伸展的运动 所以我们就可以先坐着,然后把脚打开 那牵着小朋友的手,然后做伸展 我们可以先从小朋友开始 所以我们可以先这样子拉 然后数到5之后再换边 好 那一样重复的5到10次 然后一方面可以增加亲子的乐趣 再来第二个动作是 就是我们可以利用家里的一些小道具 像是枕头啊 或是一些毛巾啊 或是一些球类的东西啊 玩传接的游戏 所以我们一开始可以先从脚这边开始 然后传到手 然后再传给另外一个人 再传下去 那如果到镜头啊没有人的话 我们就可以再传回来 好,重复这个动作 一方面也是可以训练我们的身体的一些肌肉力量 核心的肌群 好,那再来第三个动作啊 我们可以玩一些 像是乌龟乌龟翘的游戏 所以我们可以趴着 然后先猜拳决定谁先开始 然后赢的人就可以先出 乌龟乌龟翘 乌龟翘 那如果同时举起了同样的手之后啊 这时候就可以做些小惩罚 所以在游戏之前呢 我们可以先跟小朋友订定一些游戏规则 然后来做一些玩乐的动作 疫情升温 一家人宅在家 不妨透过亲子间的互动游戏 拉近彼此距离 同时也建议大家 居家防疫 也不要忘了维持运动习惯 在家中透过适度运动 避免久坐小动 才可以促进身体健康 更有效来对抗疫情 而门龟医院发表的 防疫在家做运动小短片 可以上网查询 鼓励民众 防疫在家也要多度运动 这里会幻视报导